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蔓延 大家惯常见到的画面可能都是超市里面的货架被抢救一空 消毒用品、食物以至其他家居用品统统缺货 似乎很多市民必须的日用品和粮食生产的速度追不上需求 不过镜头以外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原来早前国内有很多地方出现大量农产品的滞销潮 即使农民加大力度支持粮食供应 外于公共运输系统关闭、销售链断裂 造成十分庞大的经济损失 罪划算、合马、饿了摩 很多大家可能未必熟悉的内地网上平台 联同农业界合力支持爱心助农计划 利用自身网络科技和销售网络 短时间内打开农产品 从原产地直接供应到全中国的渠道 由收集制销农产品资讯开始 解决产品标准化和物流的问题 最后还直接接通产品的买家 计划启动头12日内 通过爱心助农成功销售的农产品 已经超过3万吨 除了由网救演变出更直接的物资渠道 科技界巨头又没有研发出新的抗疫科技呢? 中国企业阿里云开发出智能社区防疫程式 支付宝推出疫情防控健康码系统 腾讯也开发出更简易管理的电子出入证 帮助监控疫情追踪 不少商户和工厂因为这些企业小工具 可以更有效和快捷地实施全面复工 全中国经过一个几月的奋力抗疫 目前情况正在慢慢舒缓 国内科技界在面对今次疫情作出的应对 大有可能可以成为其他国家日后仿效的对象 往后看到总裁